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微分 刚刚我们都只是看图 说微分就是切线的写率 但是,它是有正式的数学定义的 我们接下来要看它的正式数学定义是什么 那这边,一个函数F 那它如果在某一点S的微分 我们通常用F'来表示 这是一种表示法 另外一种是莱布尼茨的表示法 会抵S分之抵FS 那这两种表示法表示的都是同一个意义 就是函数FS在该点的切线写率 那但是这一句话各位很难想象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得看图 什么意思呢?来看一下 什么叫微分 我们说F'就是抵S分之抵Y 这个Y就是F'在S点的值 那就是deltaS分之抵Y 也就是deltaS分之deltaY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ltaS deltaS现在是这一个 分之抵Y 抵Y是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它的切线 对不对? 它的切线 那这个是抵Y除以deltaS 抵Y over deltaS 那这个就是它的切线写率 所以这个数值就是微分的值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的deltaS取得比较大 那它会 它的结果会跟这个F呢 有个交点 那这个交点就变成一个割线了 这个割线的写率跟切线的写率 就会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说 微分是什么? 就是当你的deltaS取得够小 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无限小的时候 所以这里就会引出无限的概念 无限小 那真正微积分叫calculus 其实calculus跟微分和积分有没有关系 calculus这个字 跟微分和积分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后来calculus这个字呢 被用来叫做微积分的 这个数学书的名字 或者数学领域的名字 事实上calculus是指代数 希腊时代代数叫做calculus 那微积分的微分其实叫做differential calculus 就是微分的代数 OK 那积分的部分叫做integral calculus 就是积分的代数 所以到最后代数这个词反而不见了 变成为积分 所以我们要看那个deltaS越来越小 这件事情在数学上该怎么写 那就会引出这个莱布尼茨写法 莱布尼茨写法 是指这个ds分之dfs 这个是莱布尼茨写法 这个的定义就是 limit是极限 deltaS趋近于0 就是那个步伐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这个deltaS分之fs加deltaS减fs 这一个数值就是称为导数 那这样的数值所成的函数就叫回分式 就f' 那这样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所以从图形上来看 它就是切线写率 那从公式上来看 就是我把这个deltaS取得非常小的割线 不是切线 割线 但是因为它非常小了就变切线 那这种概念是针对任何一点S 所以你只要代入S的值 我们就可以算出f' 那比如说我们如果算带入3到上面 这个S里面 那就会算出f' 就代表说那个曲线 在3这一点的切线写率 也就是它的导数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f' 如果把S等于A带进去 那f' 就是在A点的切线写率 也就是fs在A的导数 那f'这个函数就称为fs的微分式 所以导数跟微分式是不一样 导数是指那个数字 微分式是指那个函数 所以不太一样 那再看一次 用不同的图形看 通常在某个点S0的切线写率 那就是它的导数 OK 那我们会写成f' pn of S0 也写成莱布尼茨的写法 抵S分之抵fs0 或者是用极限的写法 limit delta S去近于0 delta S分之fs0加delta S减掉fs0 OK 那在图形上面就是这条红色线的写率 因为紫色线是割线 不是切线 红色线它的delta S取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它变成切线 好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像各式各样的函数 其实大部分都有切线 像这个是一个三次函数 S三方减S 那它在这一点上面的切线 是绿色这一条 那这一个呢 OK 在这一点的切线 这个函数在这一点的切线 是红色这一条 这个紫色函数 在这一点S的切线 是黑色这一条 tangent 那所以tangent 有没有让各位想到 三角函数里面有一个叫tangent 那tangent其实就是切线 对 那三角函数的tangent就是 对边除以0边 OK 那其实它也就是写率的意思 好 但是三角函数的tangent的值 是范围多少到多少 你想想看这个斜率的范围会是多少到多少 0到1不对哦 cos才是0到1对不对 cos应该是负1到1啦 那sine呢是也是负1到1 但是tangent不是哦 tangent是负无线到正无线 对不对 所以 微分式不会是0到1之间 它是负无线到正无线的 斜率可能会是很大 可能会有100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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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可能 可能会有-10000的 也OK的 好 那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图哦 这个 这个函数 它的 切线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每一点的切线 所以这边有一个动态的表示法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动态的表示法 我应该已经把它开起来了 在哪里 好 我再开一次 好 这一个图 你可以看到 这是维基百科的一个图 它刻意在表示什么 就是 那一点走到哪里 然后这边画的都一定是它的切线 也就是说 这些斜率 在每一点上面的斜率 组合起来就变成微分式 OK 所以这个动态的表示法 各位看这张图 应该清楚 维分是什么意思 它会变了 而且 有时候甚至会无限大 当垂直的时候 但是一个单值函数应该不会垂直 可是如果不连续的话 就可能会垂直 不连续 好 那这个是微分 就是切线 在每一点上的微分 就是每一点的切线 那那个每一点上的微分 就会形成一个函数 这叫微分式 好 OK 那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有点怪 那件事情怪的地方是 这个我们上礼拜有出的这一题 那我们刚才也解答了一下 我们认为 这个在数学上是可行的 在物理学上不成立 因为东西不能一直切下去 但是在飞鸟之井会常动野 这个其实很难回答 事实上在函数的每一个点 我们都说 任何一个函数的 任何一个点X 它是没有大小 没有宽度的 但事实上 你只要能画出来 都有宽度 都有大小 那那个没有宽度 没有大小的点 其实是抽象的点 你根本就 没有办法看到的点 对不对 只要你画得出来 你比多宽 你的点就有多宽 好 那所以这个飞鸟之井 未常动野 这个井 它指的是单一点 但是这种单一点 在现实生活里面 真的存在吗 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那阿基里斯 如果这个我们刚刚讨论过 它极限 其实是收敛 所以 最后 你追的会 时间会变得无限小 所以 那个无限小 会有极限 会收敛 那 再来这个 资诺悖论 跟这个飞鸟之井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极限的定义 极限是什么意思 那这里我们定一个 如果S趋近于S FS可以任意接近B 我们就说 FS趋近于S的极限为B 那这里就有一个 任意接近 任意接近这个概念 在微积分里面很重要 它叫 arbitrary close to 就是 任意接近 那 任意接近在微积分里面 是有定义的 它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 不管你取多小的 Amazon 这个念成Amazon 对于任何Amazon大于0 我们都存在一个 Delta大于0 使得0小于S 减A小于Delta 也就是说 它跟A之间的差距呢 小于Delta的情况之下 那它会满足 FS减B 小于Amazon 不管你Amazon取得多小 我都可以取得一个Delta 而且Delta是正的 它可以让FS减B 比Amazon还小 只要对任何的Amazon 你都找得到 那这样的Delta 那我们就说 任意接近成立 OK 也就极限存在 极限存在 而且它的极限就是B 那这边有一个图 就是 这个 F FA 假设它等于B 那在FA的左右 应该说上下 上下Amazon的范围之内呢 其实它这边对应带的范围是Delta OK 所以只要你A呢 接近到这个范围之内 它的上下范围 就锁在Amazon的这个范围里面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说 它是任意接近的 只要对任何一个Amazon Delta都存在 我们就说它是任意接近 就极限存在 所以如果我们要证明 这里开始就 就有证明出现 所以待会我们就来出几题证明 随堂测验 应该不叫测验 随堂 随堂练习 对 那就考各位证明 好不好 不算考了 这个页 所以我今天要证明说 FS在S等于A的极限存在 我只要证明可以任意接近 就可以了 所以我只要找出满足FS-V小于Amazon的Delta条件 然后证明这个Delta只要小于多少 就会使得FS-V小于Amazon 这样子就证明完毕了 那这是一个数学的训练 那数学家透过这样的证明 知道了一件事说 OK不管你Amazon多小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Delta 使得你的函数的差不会超过那个Amazon 那这变成一种辨证法 但是它是一种有数学基础的辨证法 好 所以呢 如果我要证明Limit S去近于1的时候 S平方等于1 那我要怎么证明呢 我只要先假设那个 对于任何的Amazon大于0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Delta 但是这个Delta要能够明确的用Amazon的关系式来表示 而不是只是写一个Delta而已 你要能够明确用Amazon的关系式来表示 然后把这个Delta带进去之后呢 会让它的这个差小于Amazon 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你可以先假设说 OK那如果我已经 我的差 这个 这个S的差是Delta的话 比如说S减1 小一等于Delta 就S跟1之间的差小于Delta的话 那它的平方减1 会是多少呢 它会小于Delta乘以Delta加2 所以我只要取这个式子 让它呢 让它的结果会小于Amazon 那就够了 就可以证明完毕 所以最后我们找到Delta呢 是根号1加Amazon减1 OK那这个会满足 S平方减1小Amazon的条件 那待会我们 我们再来出个证明 比如说 随便出S三次方 你怎么做 或者是3S平方 你怎么做 或5S怎么做 或3S cos 那个比较难 1的S次方 2的S次方 之类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微积分里面 刚刚我们看到了 微分的概念 这我们先让各位知道 什么是微分 然后刚刚我们看到 极限的概念 接下来极限 它有分左边和右边 因为 有时候 左边的极限 和右边的极限 会不太一样 看一个例子 像这个天花板函数 叫Seal 对不对 天花板函数 这上面有个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函数呢 它在整数点上面的时候 会断掉 它在整数点上面会断掉 所以在这里 从负3接近负2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发现 它的值呢 都会是在 负3接近负2的过程当中 它的值都会在负3 负2 都会在负2 那这是天花板 那负2接近负1的过程当中 它的值都会在负1 负1接近0的过程当中 它的值都会在0 但是问题是 反过来接近呢 从1接近到0的过程当中 它的值却都在1 这里有个断点 有个断点 所以我如果去从极限呢 从这个负1往0走 和极限从1往0走 两个会不一样 负1往0走的极限呢 会是0 1往0走的极限会是1 两个不一样 所以左极限和右极限 如果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个极限在这个点上不存在 极限在一个点上不存在 是因为左极限和右极限不一样 但是有时候还会有断点 但是可是断点 断点左极限和右极限 其实有可能会一样 而且可能会存在的 但是在这里呢 它是跳跃 跳跃的情况之下呢 它左极限和右极限会不一样 所以极限不存在 那再举个例子 有时候会有孤立的点 什么叫孤立的点 像INT好了 就是就是那个函数呢 在如果是整数的话 它会传为1 就是S如果是整数 它会传为1 如果不是整数 它会传为0 那这种就指在整数上会是1 其他的部分都会是0 所以你去取它的左极限呢 你会发现它是0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接近 但是我还没到 只要我一直接近 它还不是0的情况 它都 就它不到那个 整数的情况呢 它都会是0 所以它的左极限是0 它的右极限呢 在它还没到 那个1这个整数的情况之下 也都会是0 但是它在1这一个点的值 却是1 所以这是有一个 有一个跳点 就是它是独立的 跟别人都没有连在一起的点 像这种点 左极限和右极限 可能跟那个点的值会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极限存在 因为不管你怎么接近 只要你不是它 它的值都存在 OK 好 那极限本身呢 具有一些性质 我们看一下 如果F是一个函数 而且它在C点的极限呢 是存在的 G是一个函数 它在C点的极限也是存在的 那AFS加BGS的极限也会是存在 这是它的加法 线性特性 那乘法也是一样 如果F这个函数 在C点的极限是存在的 G这个函数 在C点的极限也是存在的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极限式 整个拆开 那让它两个 就让它两个相乘 就是相当于这一个 好 同样除法也是存在的 但是除法有个条件 你的G不可以是0 如果G是0的话呢 那这个极限就会变成除以0 就会不存在 所以除法在极限上面 其实通常也是存在的 只要G不是0 好 那接下来要看的观念是连续 连续 什么叫做连续呢 就是当我 Fs在S等于C这一点的极限值 就等于Fc 这样就叫连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 这个RNT 其实它在整数点上不连续 那这个C在整数点上也不连续 OK 那什么样的函数会连续 像这样的函数在这些点上都连续 OK 所以连续的定义 你看到它的意思是说 当我趋近于C的时候 这个Fs跟C其实是一样的 这种我们就称为Fs在S等于C这一点是连续的 好 那什么叫连续函数呢 如果Fs在定义的每一点都是连续的 那Fs就称为一个连续函数 但是有时候呢 它不是在所有点都连续 它有时候呢 是在某个区段连续 那我们就说 这个函数在这个区段连续 比如说Fs如果在S属于A B 请注意这个圆括号代表开区间 如果是方括号就变B区间 这边刻意用开区间 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Fs在S属于A B开区间里面 任何一点都是连续的话呢 那也就是说S属近于A就等于Fa 那S属近于B就等于Fb 那这时候我们就说 Fs在B区间 B区间A B上面是连续的 就是说在开区间里面任何一点连续 而且在A点的极限值跟Fa是一样的 那在B点这里有一个漏掉 LimitS属近于Fs 这个Fs漏掉 那这边也是Fs LimitS属近于Bfs 像这样写 那我们就说Fs在B区间是连续的 那这是它的数学的连续的定义 连续的定义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函数 它们可能极限存在 可能极限不存在 可能有连续 可能没有连续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点 第一个函数是S分之S 那问题是 如果S是零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就没办法定义 因为除以零 除以零 函数没办法定义 那但是呢 你看这个 当它不是零的时候 这个函数都是连续的 都是连续的 只有在零点呢 没定义 OK 那这种就叫做 可移除的不连续性 removable discontinuity 就是可移除的不连续性 那另外这种呢 就像是有那种函数 就是我在这里都是零 照着这边变得二分之一 然后呢 往这边呢 通通都是一 那这种叫做跳跃不连续 因为它有断掉 然后跳上来 这叫跳跃不连续 那另外呢 像这种 到零的时候 它会趋近于无限大 这种S分之一 到零的时候 它会趋近于无限大 那这个在零这一点上面呢 它会趋近于无限大 这叫无限不连续 OK Infinity discontinuity 那所以刚刚我们看过极限 就是这个极限的性质 针对两个函数的极限的加法 乘法 除法 同样我们看连续的性质 连续的加法 如果F和G都连续 那它加完之后也会是连续的 减完也会是连续的 乘完也会是连续的 除完 只要G不等于零 G不等于零 那它也会是连续的 那组合呢 就是G of F of S 这个就比较没那么简单了 如果F在C点是连续的 那而且呢 G在FC这一点是连续的 那G of F of S在C点就会连续 所以请注意这个G连续的点 并不是C点 是M点 这个M等于FC 另外呢 是有界性 就是说 如果一个函数在B区间 请注意这里 一定要是B区间 AB中连续 那该函数在区间AB当中 必定是有界的 在B区间 如果开区间就不对 因为开区间的话 像S分之一 在零点它会达到无限大 那B区间 B区间就是包含零点 它是连续的话 那包含那个A点 它是连续的话 那它一定会有范围 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无限大 如果在一个B区间 如果在一个B区间连续 它不可能是无限大的 好 接下来来看导数的定义 导数 好 如果函数Fs在A点的导数 其实它定义成切线的斜率 那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过了 但我们刚刚直接看的是 把微分的概念看了 那现在反回来看 这个比较简单的概念 就是导数 那导数就是 我们刚刚讲过 取这个ΔS呢 分之ΔY 但是当这个ΔS 趋近于无限小的时候 就变成导数 就切线的斜率 好 所以它的定义呢 极限式就是 LimitΔS趋近于0ΔS分之ΔY 也就是LimitΔS趋近于0ΔS分之F 这里漏掉了 S加ΔS 减FS 好 那所以更简单的用 莱布尼茨写法 就是ΔS分之ΔFS 那再更简单 就直接写F' 这些符号 我们会取 我们需要的时候用 也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用F'会比较简单 有时候我们用这个除法的式子 ΔS分之ΔFS 这个莱布尼茨式子 会比较简单 什么时候比较简单 简单我们就取什么符号用 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都是一样 只是一个缩写而已 好 所以函数F' 就称为FS的导函数 这里不再是导数了 是导函数 请注意它是函数了 那也就是微分式 OK 导函数就是微分式 所以我们把这个数学呢 就写成一个式子就是 F' 其实就是ΔS分之ΔFS 这都只是同名意思 就是说它符号不同 但是意义相同的 那它的这两个东西的意义都是这个极限值 都是这个极限值 ΔS趋近于0 FS加ΔS-FS 都是这个极限值 好 那接下来看什么叫可导 可导就是 有些人叫可为 但是 讲可导其实是比较精确的 讲可为 有些人认为可为其实是不对 不过我们没有那么精确去区分 所以你说可导或可为 我们对的都可以 好 那现在我们说 可为或可导的概念是 FS在S.C S等于C可为分 代表FS满足这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ΔS趋近于0的时候呢 那FC加ΔS就等于FC 这里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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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里定义有错 来 这个叫可为分 好 这是错的 各位能不能告诉我哪里错 这个定义是连续的定义 OK 所以这个不是可为的定义 这个是连续的定义 FC等于FC加ΔS 等于FC-ΔS 这是连续的定义 那真正的可为是还要再除以 这两个的差在除以那个ΔS 所以这里我写错了 好 之后再改一下 那所以呢 这个是连续的定义 所以可为分的话 一定会连续 但是连续的话呢 不一定可为分 好 这一点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 可为分的话就代表说它的切线存在 切线存在 好 那切线的值有时候呢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非垂直的 但是如果它是垂直 其实它就是 导数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它会趋近于无限大 好 那来看一下 这边是维基百科的函数可导的条件的解释 就是说一个函数在的定义率如果是全体实数 那函数在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上都有定义 那 那个函数 是不是一定处处可以为分呢 如果每一个点都有定义 像这个函数呢 它是 SGN就代表它的符号 SINE SINE 就是它的符号 那它的符号 如果是大于零的话是正一 小于零就是负一 就负号 等于零就是零 那这种函数在每一点上面都有定义 但是它是不是每一点都可以为分 都可以求得导数呢 在零点没有导数 其他点有 但是零点就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在零点的时候呢 第一个它不连续 不连续一定不可为 不连续一定没有办法为分 所以当它在趋近于零的时候 它的左导数 跟它的右导数 都是零 但是问题是 它不连续 OK 不连续 那所以这个 这个函数就是一个 处处都有定义 但是不可为的一个函数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 你的导数必须要分成 左导数跟右导数 左导数就是delta s 趋近于零负 零负 就是这个delta s 是从负的方向去趋近于零的 那 那这个叫做 左导数 其实就是说 你如果把它表示成 负delta s也可以 负delta s 那它就趋近于零正 那这边就要改写成s0-delta s 这样子 叫做它的左导数 就是从左边接近 那右导数呢 就是从右边接近 这两个值算出来 在有些情况会不一样 那如果它两个不相等 那就代表它不可以微分 所以如果这两个值相等 那就代表它可以微分 那这里就有一个函数 它是某一点不可微分的 各位看得出来 它是哪一点不可微分吗 这个函数在零点不可微分 对不对 其他点都可以微分吧 这个函数在 比如说我现在 手指指的这一点 它的微分值应该是多少 微分值应该是1对不对 那我手下指的这一点呢 负1 好那这一点呢 这一点它的左导数 跟右导数不一样 左导数是1 右导数是负1 不相等 所以它这一点不可微 这样了解可微和不可微的意义了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 非常非常奇怪的函数 这个函数叫病态函数 它是维尔斯特斯拉 Westress Westress这个人 他想到了一种奇怪的函数 这个函数每一点呢 都连续 但是每一点都不可微 这很怪 像这个上面这个函数 只有一点不可微 但是其他 其他点呢都是连续 但是只有这一点是不可微 其他点都可微 但是这一个函数呢 却是每一点都连续 每一点都不可微 它很奇特 它怎么定义这个函数呢 它说 Fs等于Sigma N等于零大无限大 请注意无限大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如果不是大无限大的话 它就每一点都可微了 可是它把它定义到无限大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的cos 现在B的N次方 这个会非常大 N变无限大的时候 它B的N次方也会是无限大 而且比N还要大的那种无限大 那这样会导致它的震荡非常剧烈 在任何一点上面 它的震荡都是无限剧烈 但是它都连续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怪的函数 叫病态函数 那Wastros提出这个病态函数之后呢 对微积分来讲是一个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处处连续 处处不可微的函数是存在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微分4 微分4 如果函数F S在A点的导数存在 那我们就说 该函数在A点可微分 叫Differentiable 这个词 英文词 那可微分一定连续 连续不一定可微分 这刚刚看过 那像刚刚那个绝对值函数在0点 就是一个角形函数 它角形 所以它不可微分 但是它是连续的 但是它不可微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微分的法则 微分的法则 对于常数函数 也就是一条横线的那种常数函数而言 它的微分值永远都是0 因为它的斜率是0 所以F' Point of all呢 会是0 对于次方函数 F' S等于Sn次方 这种次方函数呢 N是个常数 比如说S三方 S五方 这种S平方 这种次方函数 它的微分式呢 会是NsN减一次方 如果各位 比较在意 就是说 求解 或者是考试的时候 你要很快能算出来 基本上微分 你只要把这些公式都背首 死背下来 然后你考试就很快都可以算出来 对 但是 我们的课其实 着重的不是这个 当然我们考试也会考 这方面的题目 但是 我们还会有一些像证明的 像 说明的 像理解的 像 计算的 当然也会有 所以你在准备的时候 我们希望各位呢 理解多一点 死背少一点 我们考试的原则会是这样 那 如果 如果 如果各位在考试的时候 你忘记公式了 你提出来 我直接写在黑板上给你 好吧 所以你不用背 但是你要告诉我是哪一个 东西的微分式 或积分式 你忘记了 你直接提出来 我写在黑板上给你 所以各位不用死背 好吧 但是你总要理解一下说 OK 那为什么他的微分式是这样 举个例子 这个次方的微分式为什么是这样 这可以证明对 而且不难 OK 那这个证明反而会考得比较多 计算的部分 往往会考的比较少 那还是会考 但是比例会少 这样 大概知道我们考试的原则 应该我们考试之后还有几周 大概还有五六周吧 应该还剩五周左右 四周 那比我想象的少 四周 OK 那原则上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们预计的范围是考到积分完毕 也就是微分积分这两个主题 是我们的考试范围 那期末的考试范围呢 就会包含 复利叶 拉普拉斯 泰勒展开市 那些东西 那 大概我们这学期呢 我本来想说还要教到工程数学那边 但是我觉得可能没办法 那 所以预计是这样 预计 期中考考到 从微分考到积分结束 那期末考呢 就考 复利叶拉普拉斯 泰勒展开市 那些比较应用的部分 好 所以这个 这个都是公式哦 但是这个公式是可以证明的 我们可以 知道说为什么这样 而不是只是把它背下来而已 背下来 其实以各位的记忆力 应该都没有问题 那 但是 但是考试的时候 你不需要背 你不会 你就告诉我 好 那 我就把 那个 微分式或积分式 直接写在黑板上给你 好 接下来呢 你看 次方 比如说 f's平方 就等于2s一次方 会降一降一级 那把这个系数提出来 这样记就很容易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 自然指数函数 就是1的s次方 它的微分就是它自己 这个非常重要 一个东西 经过某个函数之后 是它自己的 这个东西都非常重要 这种通常叫做特征函数 或特征值 OK 好 那意思就是说 它是微积分的单位元素 是微分的单位元素 但是积分就是反微分 所以它也会是积分的单位元素 好 接下来来看指数函数 a的s次方 其实你只要把它转换成 1的 a就是1的lnA 就是1的lnA 那你再去算它的 它的微分式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导出来 它会是 a的s次方lnA 为什么ln会跑出来 因为它 a就是1的lnA次方 好 那所以f'2的s次方 就是2的s次方ln2 那这些都是公式 所以你不用背 好 f'但是记起来没有坏处 所以你可以记就记起来 但是记起来没有坏处 但是你忘记了 你可以问 好 f's等于lns 这个是取log 自然 自然对数的log 那它的微分式就是s分之1 就s分之1 好 那如果这个字这个log的底不一样 通常我们这里会写log啦 但是我写ln有写个底 应该可以了解意思 以a为底的log 那它的微分式会是sln1分之1 所以比如说ln10s的微分式会是sln1分之1 OK 接下来看的是三角函数的微分式 这些微分式怎么来 等一下我们会证明 等一下我们会证明 但是呢现在先让各位看一下 各式各样的微分式 sins的微分式很奇特 它会变成coss 变coss 那其实它的微分式是使得它落后 二分之π 那coss的微分式会变成 负sins 使它再度落后二分之π 变负sins 那tans的微分式呢 会比较复杂 会变second平方s coss的微分式会变成 负coss 负coss平方s seconds的微分式会变成 tans seconds coss呢会变成负coss 负coss 好 那我们把这些微分式看完再休息 sins的微分式呢 会怎么讲 这是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sin-1s sin-1s的微分式会变成 1-s平方 开更好分之1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有点复杂哦 但是它其实要反过来看 因为它是反反函数嘛 sin的反函数 那 cos呢会变成 1-s平方 分之负1 tangin 负1的微分式会 1加s平方 分之1 cotangin 负1的微分式会变成 1 加s平方 分之负1 那second呢会是 s绝对只s平方 减1分之1 cosec呢 s绝对只s平方 减1 根号 分之负1 那这些是所有常用的微分公式 那我们先看到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讲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